好了 鄉親愛的新聞頭一條來看 為了更補到一載六甲中心長期工作中所的環境 中華政府是來推出一載無為電視各費的計位 也就是幫助一載海六甲 政策主義、一載補助、貼戒和法律的資訊 還有來協調和補助到企業中心長期 創作優先的工作中所 也來協助到一載六甲 只能帶一載中心回去做事 為了讓漏洞環境 這是今年四月一名六甲在採摩的時候 不注意受傷的衛兵 管戶六甲處用這個事故來改範作為救 選擇六甲在受到這載海醫生 管戶六甲處會來提供的協助 我們勞工處都會在這裡幫你打三天 有你這樣說 比較放心了 照顧得好 要領的要領的得到 第二 現在接下來就是要幫他做職能的復健 職能復健之後要做職業重建 所以勞工從這個職災發生之後 到他真的可以回到職場 其實需要多多大家來一起幫忙 館長王貴米表示 職化館有65萬的勞動人口 三個類別也很多 每一年發生這件在海醫館相對也比較多 為了協助受到傷害六甲 只有一天回來正常生活 回來到一年一定是管政府努力的目標 很重要我們彰化縣有65萬的勞動人口 保障勞工的健康安全和權益 都是管政府一定努力的目標 這幾年來雖然我們對職案的意識有提升 但是還是難免會有一些公安 關乎六甲處之外 結合很多行主委 祝書構築來創作執災六甲集合的機會 讓他們可以再回來執政和再次再集合 六甲處除了繼續強化逢返執災的選擇 也會更加努力各行執災六甲的服務 大專的新聞長 謝梁昌華 蔡宏博德